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怪物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国君搞什么 今天想跟大家讨论的主题是 我服役过程中亲身经历的五件灵异事件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我想大家在下部队的时候 多多少少都听过营区的一些灵异事件 或许有些可能是真的 也或许有些只是老兵想提升自己的地位 下下新兵的伎俩 我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 每次在单位听到一些灵异的故事 就听过就算了 也不会去多想些什么 但是有些人听多了 总是会多想一点 可能就会造成心中恐惧 出现眼花幻听等情形 其实或许人吓人 比那个东西吓人更加可怕 还记得我要入伍的时候 母亲大人十分担心 到家里附近的大庙 求了一个平安符给我 另外求学阶段的一个王姓老师 因为知道我要在台南新训 特别回到台南的家乡 戴天府 求了一个平安符给我 还跟我说 这是台南神明究竟比较能照顾你 其实我就曾经到台南某个灵异传说 很多的营区 大概待了一个多星期 期间当然也听过很多干部为我解说那些灵异故事 什么拇指数 燕退石 英雄桥等等 可能是我待的时间不够长吧 并没有真正感受到什么灵异的事件 但是部队待久了 该遇到的还是会遇到 以下提出我服役过程中 亲身经历的五件灵异事件 跟大家分享 第一件就是某一年因为任务 跟陆军中部某营区借了一个营社 一伙大概快30个人 展开为期一个月的任务 虽然这个营社之前有传出非常多的灵异故事 但是大家每天忙进忙出的 也没有多想些什么 我到这个营社大概两三天后吧 那是一个我自己的小寝室 有一天晚上 我洗完澡滑一下手机 快12点我就上床睡觉了 睡梦中我隐约感觉到一点意识 不对 我不能动了 我马上张开双眼 但是我房间是黑的 我真的没有看到有人在压我 但是我除了手掌脚掌跟头之外 其他地方真的都不能动了 突然我想起以前看过的灵异节目说到 当你被压的时候 只要骂张话就可以恢复了 当下我马上喊出一个字 更 然后我就真的可以动了 太神奇了 我走出寝室看一下安官 他应该完全不知道有这件事情发生 第二件就是 有一次在某个单位 因为副主官被拔掉了 我就先代理副主官的职务 刚好碰上了高庄检 既然都代理了 总不能搞得太难看吧 装备都弄得差不多的时候 我就请两个人到处去找找 有没有藏起来的多余料件 因为当时多余料件被查到 是要开红单的 后来他们跟我回报 有一个库房打不开 不知道里面有没有藏什么 讲什么屁话 当然要给他打开啊 我就到那个库房去 诶?还真的锁起来了? 我就去找人事科长说 有个库房被锁起来了 科长竟然说 那个库房我知道怎么开 等一下我们一起去开 到了库房只见到科长 双手合十拜了拜 口中不知道念了什么 然后一转喇叭锁 他竟然就开了 我跟旁边的两个阿兵哥都吓死了 这到底是什么魔法 后来我就去问一个老室館长 这里是不是有发生过什么事啊 他才跟我说 营区在新建的时候 有一个高中女生 被带到工地侵犯 然后她就在工地自我伤害 地点就是这个库房 我不知道她说的是真的是假的 我只知道听到后 我起了一声鸡皮疙瘩 第三件就是某一年的教招任务 我们也是去借了银舍 两三天后的一个下午 我经过安关桌 突然有一个正在执勤的宗士 跟我说 有一件事情很奇怪 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我当然说你说啊 他就说 他昨天站两四栋梁安关的时候 他就觉得怪怪的 心里毛毛的 总是觉得走廊的尽头 有什么东西 所以今天在站14、18安关的时候 他就去查阅了 昨日的监视器画面 然后他就播出来给我看 我看到安关虽然一直坐在椅子上 但是他真的总是像走廊的镜头 看了看 看了看 然后我就发现一个人走过来了 一个就像是打了马赛克的人行 就这样走过来了 然后他就上二楼了 我整个吓傻了 我是真的看到了 非常明显的形状 他真的就是一个人 我就跟安关说 这件事先不要传出去 不要造成大家的恐慌 没想到我再次来到安关桌的时候 已经有五六个人围在安关桌了 让我整个超级无言的 第四件就是有一天我请一个班长 带着几个新进人员去整理库房 这些新进人员是第一次进去那栋建筑物 传说中的那栋建筑物以前是关押犯人的 突然我接到班长的电话 说有两个人吐了 身体不舒服 我想说怎么会这样 马上到库房去看看他们 其中一位呕吐的弟兄是这样跟我说的 我一走到库房前方的宅走道 看到好几个人影 原来他服役前是跳八家降的 另外一个则是他的身体原来就比较敏感 所以他也吐了 我就是不幸当天晚上课前 我就跟两个班长说 晚上找个时间去看看那个库房好了 看看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 快十一点的时候 我就跟两个班长一起前往那个库房 到大门前正要开锁 突然一阵寒风吹来 夏天耶 一阵寒风特别诡异 但是我们还是决定要进去 一进去 突然听到很多人在说话 我们三个吓死了 对看了一下 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我就说我们下次再来好了 自从那次之后 我们再也没有晚上去过了 第五件就是有一段时间 营区突然有人在船 我巡查都不敢去四楼耶 大家都是绕过去的 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不按照巡查路线去巡查 我找了几个人问了一下 他们说当他们走在四楼的长廊的时候 都会听到有女生的哭声 没有人想要走过去 是没错 营区内以前真的有发生一个女官的意外事件 为了破除这个传闻 我决定自己晚上十二点过后 去走那一条长廊 走着走着 快到一半的时候 我真的听到了怪声 我试着寻找那个音源 那个唾气声越来越小 然后就消失了 为了不造成大家的恐慌 隔一天的早点明 我还是跟大家说 我亲自去过了 完全没有问题 大家可以放心的按照路线巡查 或许很多人在不义的过程中 遇到过灵异的事件 但是我一直觉得 国军就是一个正器 行的正做的只 没有什么好怕的 在军中我反而比较怕人 我被真正的人陷害过很多次 所以你觉得人比较可怕 还是灵比较可怕 你有经历过什么军中的灵异事件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 以上是我针对我服役过程中 亲身经历的五件灵异事件的分享 希望大家会喜欢 如果大家对国军基层各项事物 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我会尽力为大家解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 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